所以诸佛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我们学就从真诚 清净 平等 觉悟 慈悲 就从这上学就可以 促学这是有心学 如何从有心学到无心 有心学是感应 到无心学就相应 中下根心的人 以这个原则来修学 还有效果 都能得受用 得受用的多少 那看你修学的功夫 这是古人所说的 一分功夫得一分受用 两分功夫得两分受用 落实在我们生活行为上 从哪里下属 楞严经上所说的 最初方便 最初方便的 要把观念改成过来 你的修学功夫才能得力 也可以说 你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幸福 没法 观念从哪里改呢 往昔我们的观念 念念是为自己 这个观念错误 错在哪里呢 错在不认识自己 你并没有真正的为自己 什么是真正自己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 对待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范围包括很大 包括了一阵法界 包括了受法界 近虚空变法界 这里面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范围也很大 众生是众连猴吼而生起的现象 所以包括了有情众生 无情的众生 都是自己呀 这个你才叫真正认识了自己 然后你才懂得了 叫爱护自己